看姐说长哥,大家好,我是恩哥,这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哥给大家讲一部名字很长的悬疑喜剧电影 死不张扬离奇失魂案件 少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主角一家人从城市搬到乡村 通过村长的关系花了毕生积蓄 买了一个山间了小旅馆 因为据说这里要修公路 一家人想着能赚一大笔 这里环境很好,就是客人太少了 好不容易等来了足足五位客人 一家人面带微笑充满期待的站在门口迎接 但是等人家转了弯 他们才知道这些人去上山野营的 老板娘心里这个气啊 嘴里念叨着带帐篷也没用 买旅馆的时候村长说了 这个村上山会吓爸爸的 由于客人稀少生意惨淡 一顿饭只能吃二十几个菜了 这可怎么办呢 老板的弟弟似乎想勒死侄女 以减少人口的方式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鬼都知道这是开玩笑 可什么样的人会看这种玩笑 这家人的脑子都想了什么呀 估计是菜品减少 吃饭这种事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这天在饭桌上 老板弟弟和老板小女儿 吃着吃着居然玩起了模仿秀 而老板儿子和老板太太都看得津津有味 只有老板的大女儿和老板稍微正常一些 在一天夜里 老板一家人正围着火锤烤红薯 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 看对方拉里拉他的跟流浪汉似的 老板娘板着张脸 大晚上你干嘛呀你 男人说你们便以貌取人啊 老子是来住店的 一家人顿时来了精神 进屋跟着男人收费登记 看几个人的架势 男人居然没怀疑自己进入了黑店 直接溜走 可见这个男人也正常不到哪去 果然第二天天亮 一家人就发现男人在房间里自杀了 老板妻子和老板弟弟都说赶紧报警吧 可是看起来最正常的老板却开始犯魂了 旅馆不开了是吧 要是报警以后谁还来赶住啊 之后就在老板的主使下 一家人就这么直接把男人的尸体埋了 晚上回大家 好巧又来了客人 这对情理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看着这旅馆感觉在这挺好 可到了天亮后 老板一家人发现 这对情理居然是跑来殉情了 想继续开旅馆的老板 觉得一不做二不休 就指使家人把情侣的尸体也埋了 扔挖坑着 殉情的男人突然醒了过来 诈尸了吗 老板弟弟 老板妻子 老板儿子都吓懵了 老板呢 不愧是一家之主 上去就是一铁锹 直接用行为支持他殉情了 不久又来了一男一女 住进了流浪汉自杀的房间 退房的时候 男人捡到个钱包 这是不是之前住客丢的呀 老板娘一看 里面是流浪汉的证件照 对方肯定也看到了 正在干活的老板儿子和老板弟弟 直接拿着斧子砍刀什么的就去追 男人一看对方有凶器 拉着女人就跑 等老板儿子和老板弟弟拿着凶器 把一男一女堵在路中间 男人吓得跪在地上 有话好好说 咱们别动手行吗 那钱包里就这点钱 原来对方注意力只在钱上 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 旅店来了两个猥琐男 老板大女儿看个高猥琐男 有点顺眼 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跟对方夜聊 聊着聊着 猥琐男突然暴露了本性 变成了畜生 好在老板儿子及时赶了过来 兔崽子你想死是吧 猥琐男和老板儿子干了起来 可经过几个回合 老板儿子竟然打不过猥琐男 就在猥琐男嚣张之时 老板儿子一个偷袭 猥琐男掉下了悬崖 然而猥琐男并没有死 回来的猥琐男拿着铁锹 冲进旅馆说要杀掉他们全家 这时老板弟弟一不小心开了个门 就把在门后的猥琐男给拍死了 猥琐男的朋友听到声音跑了过来 好兄弟 瞧你半死不活的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猥琐男用尽最后一力气说 老板儿子把他推下了悬崖 你这家伙 怎么能随随便便 把人往悬崖下推呢 老板儿子没有说话 沉默地拿起了铁锹 猥琐男朋友很失误 说着 哎 地上怎么有个疯子 你们有事找他是吧 我跟他完全不认识 先走了 一家人把猥琐男的尸体埋掉 把猥琐男朋友绑了起来 晚上和老板关系很好的村长 过来和他商量事 说他们家的山马上就要开发了 可以赚大钱 说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特别讨老父亲喜欢 村长就想把父亲和妹妹 约到这个离山特别近的旅馆 来边看边聊开发的事 案地里请杀手把妹妹杀掉 这样他就能独自继承整座山了 还说他请来的是专业杀手 午夜一到准时出现 到时候老板直接给安排 在他妹妹隔壁事就成了 可旅馆周围没了这么多尸体 警察总得调查失踪人口啊 正好赶上下大雨 小警察就非常准时的 在午夜12点来旅馆避雨了 老板和老板娘以为 对方是村长请的杀手 给人家安排到村长妹妹房间隔壁 就安心去睡了 来换班的是 不知道村长要杀妹妹的老板儿子 不一会儿就接待了迟到的杀手 给对方安排到了警察的隔壁 杀手闯进房间 摸黑折腾了半天 才发现杀错了人 老板儿子跑上来一看 你干嘛呢 杀手直接就是几个飞刀 慌乱之中老板儿子 只能挥铁条自保 村长请来的专业杀手 就这么被一敲拍死了 天亮后村长来旅馆 给妹妹收尸 看见老板和老板娘 正在处理警察的尸体 当时就懵了 这是什么情况 老板也纳闷 对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两人都觉得 对方有什么事 瞒着吵着就动了手 被老板用力推出去的村长 也许只想多退两步 装在墙上 反弹回去来个借力打力 但由于不熟悉地理环境 他直接从楼上退到楼下 尸体都快多到没地方埋了 老板和老板娘 干脆就把所有尸体抬到仓库 打算一把火烧掉 这时老板小女儿想看电视 老板弟弟就顺手合上了电闸 仓库里年久失修的电路 瞬间飞出了火花 落在了满地的汽油上 把还没来得及逃跑的 老板和老板娘一块给烧了 那个维索男朋友 被绑了这么多天后 竟然自己弄开了绳子 眼睛还蒙着就一顿疯跑 最后自己把自己缠在了树林里 看着架势应该很难有力气再挣脱了 最后老板和老板娘伤还没好 就急着出院回家吃饭 果然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上映于1998年 暴露很多诚意满满 十分搞笑 观赏性还是不错的 影片中的演员 现在都已经变成老戏骨 看完之后 安哥想考考各位小伙伴 大家数数这一家人 一共杀了多少人啊 喜欢安哥的解说 表达了关注哦 看且说找一个 我是安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视频 也解放用心 今天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